刚刚的动作其实你可以把它做一个分解 因为其实你在使用聚集的时候 最好是那个流程要很有逻辑性 你要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要先想清楚怎么去乱这个部分 那最好是在那个每一行程式上面稍微做一个注解 并且给它这个数字 一二三四五六 我刚刚做六个动作 那做第六个动作其实这边会多一个底线 不过它这个因为聚集帮你产生的 这个底线空白加底线主要是让你这个程式断行 换到下一行去而已 那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接在一起也可以 因为空间够宽的话不需要一个空白加底线 好了之后的话同样的方式 其实我们假如说你要让这个 其实只要做一次之后就可以 那比如说第一个动作 这应该是先 第一个动作应该先切换到那个销货单工作表 工作表 然后呢在选取 选取哪一个呢 选取这边有一个B2 然后B2要到哪一个呢 B2要到A2 然后在B2 C2 一直类推 然后要让它往下 所以呢我们的那个流程是这样 第一个先B2 所以这个地方改一下 第一个是B2 要到A2 所以这里的话可以